10分访谈 今天关注我国的经济 我国虽然在这个月重回高警戒第二阶段 但贸工部仍维持全年增长4%到6%的预估 经济师是否也是这么认为呢 各个经济领域的复苏不均 中小型企业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援助 马上来欢迎两位嘉宾到场 欢迎大华银行集团经济师全德健 以及中小企业商会理事会成员之一 陈佑仁 那么他同时也是商会反馈委员会的主席 欢迎两位 两位好 马上好 全先生请问你 对于贸工部维持全年的增长4%到6%的预估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对我们看梁全 今天呢这个贸工部就维持了这个4%到6%的今年的这个增长率 这样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态度啊 和之前呢两个月前呢大概是不太一样 一个月前大概不太一样 当时呢就是说我们今年新加坡可以达到6%或者以上的这个情况 可是现在今天啊中午早上的这个贸工部的这个预测呢就是说我们会保持在4%到6%的这个增长这个这个态势 所以这个语言上有一个有点微调了也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 还是在这个病毒冠病的这个不确定因素 这样我们我们行里面我们也是预测大概 今年大概会达到5.5%左右的这个增长量权 是的这看来跟您本身的预估也非常的接近 那么在您看来在这一个月的防疫收紧那么在中长期方面对于各个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缺险 对啊有意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一次的这种收紧的这个这个冠病啊这个措施收紧措施就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这个启示了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啊或者个人也好啊对中长期来看呢还是必须的要保持一个坚韧还有这个 啊灵活性啊这这种啊这种啊这种啊情况啊比如说好像一种作战的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呃情况啊到底会怎么样一个改变 而且它改变来的非常的快啊在两个月前大家都是觉得哦今年的啊我们啊这个啊状态相当的好啊恢复正常的这个 概率啊几率会比较高谁知道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情况有个大改变 所以呃企业来来也好或者个人也好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坚韧一个呃比较灵活的一个呃态度吧呃有意 嗯那么我国对于南亚国家的员工入境限制哦除了会影响建筑海事和船厂业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导致哪些行业出现人手不足的问题 而且这些是怎么样的会影响我国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以及通货膨胀率呢全先生 如果我们看了这一次啊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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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建筑 还有运输业 比如说和船运有关的这些等等 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不过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数据 今天的数据 我们的制造业表现非常的好 接下来的我们的主要的支撑 还是制造业 在这一方面 对南亚的外籍劳工的需求 在制造业这一块 没有像其他行业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建筑业的数据 也是一片的惨状 就是双位数的萎缩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服务业 服务业也是有一点起色 对南亚的劳工的需求 也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从这几个行业来看 目前最主要受到影响的 还是和建筑业 还有其他的相关一些制造业 有关联的一些行业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还是需要咬着牙关 忍着过去吧 梁权 其实刚才权先生用到了 作战状态这四个字 也许这真的可以形容不少 现在中小企业的状态 权先生也请您谈一谈 以你目前的了解来说 现在中小企业面对最大的困难 我可以分成四段吧 第一个是劳工 劳工之类 假如我们讲的是IT行业的话 世界大概40%的IT专家 都是从印度过来的 可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他们的费钱状况之下 可是中国也是恢复了他们平常度 所以现在新加坡需要跟别的国家有这个竞争 需要达到这些劳工 倒是蛮困难的 第二个就是在原材料上面 物流最近近几个月 价格一直增长 造成原材料的价格一直散 也是在那种情况下 原材料都一直生长 就会造成第三就是合同的关系 因为蛮多合同都是一两年前都已经签好的合约 在那种情况下 已经订好的价格跟需要的原材料 在那个时间段都已经定好了 只是说到现在因为它的价格的辅长的话 很多中小型企业就会对他们造成问题 有些他们还要从口袋掏钱出来来帮忙还都赚不了几分钱 最后一样就是说 现在零售业在那方面他们也是被影响到 现在的需求也是大大的减低 我们有看到旅行业 我们也是有看到展览业 这几个方面 虽然他们是有转行到网路上 可是人潮还是满低的 那么陈先生你认为有了阻断措施之前的经验吗 你觉得中小企业这一次在面对新一波疫情来袭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能够更加灵活的变通了呢 虽然是说现在中小型企业都有至少一年多的经验 可是我们还有发现到有些叫传统一点的好像制造业之类 他们还是很需要劳工的 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他们是在考虑要自动化 还是他们想要减少人头 其实是没那么简单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是需要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内的时间段来 开始做些继续做调整 可是我们也是有从我们的人员方面那里 也是了解到的是 其实他们有些在零收业至少有受到帮助 有些像长野Port Group Capital Land跟Maple Tree 还是有帮忙负担一些他们的租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倒是觉得还是要关注传统的那些制造业 我想整理一下刚才您提到了说包括了物流原材料销售资金流动 人才等等的问题 造成了中小企业目前所面对的许多困难 刚才全先生您也提到说 关于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需要咬紧牙关来度过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政府在去年投入了将近一千亿元来扶持经济 那么以目前这个走势来看 您觉得说除了今年预算案当中所提到的110亿元的应对冠病兼人配套之外 有没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援助来确保我们这个复苏的步伐 尽量的不要被打乱 全先生 对我们看到去年我们 全先生您请说 好的好的 像去年我们看政府推出这么大规模的配套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情况是相当的艰难 然后如果我们去年我们新加坡的经济就萎缩了5.4%左右 然后我们再看今年我们的预估 目前有这种有这个有点像阻断措施的这个情况在进行 不过是比较小型的 像我们全体总体来看呢 还是有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政府推出大规模的这个刺激配套的这个情况就比较概率比较低 但是呢个别的行业 个别的行业的压力非常的大 刚才陈先生也说到 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还有一些个别的行业呢 压力是非常的大 虽然可以转去网上 可是你的业务量就下来了 有些基本上不能开 比如说有一些和这些个人服务有关的 这些比如说健身中心啊 这个什么水疗啊等等都不能开 所以呢有一些个别的行业政府可能还要推出一些 纾困的一些计划 所以我是希望也是有看到一些可以减低这个商家的这个困难的一些一些计划吧 了解在这里感谢陈先生您的分析 希望说接下来我们有更多机会 向陈先生进一步了解 现在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帮助 谢谢两位 冠病变种病毒传染力更高 在家制作口罩布料材质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说想加强布置口罩的防护功能 可以加入中间的过滤层 这个过滤层可以如何制作 稍后的生活小学堂一起去了解 感谢观看